在今日的会议中 先议员罗美玲针对南钢工业区内知名业者 在半夜散发出恶臭的问题 向环保局提问 并希望环保局有所作为 本席在这两个月 常常接到南钢工业区附近的民众投诉 就是说南钢工业区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肉品加工厂 常常飘散出的异味 让当地的居民没有办法忍受 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个月 那本席想了解的就是说 当环保局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 请问我们环保局针对这个加工肉品 肉品加工厂到底做了哪一些的组织 而对于南钢工业区业者散发恶臭的问题 陈汉立议员也希望环保局能够协助业者处理恶臭问题 这个那么大间的公司 为什么这些有机物你不直接拿去烧掉呢 来停止我们这些平山半山新兴里的这些居民 继续来忍受这些恶臭 对外运那就不要就不要给我留在南口嘛 我只是希望说透过你的批准 就拿去把它烧掉你协助他把它烧掉 对我们协助他 协助他那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要闻到这个味道好不好 不然你住在那个附近你感动得了 一间这么大间的公司你还给我说你这样 这么臭臭几个月你给我罚七万八而已 这个就行 先议员张永辉针对环保局取缔采样 但结果却都没有成效的问题 向环保局提问 并希望环保局能够加以检讨 我们那边也有人陈情案件 你那个问题啊有没有 怎么可能查不到东西呢 像罗美宁罗一言讲的 你每个人都查不到 你们在干什么就想不通 你什么事情查不到 像那个第四 上一次第四小组的时候 国庆那个假筛 你也是找不到东西 那么容易找得到东西 那不用你干嘛 你要想办法去抓 一和村的也是没有效 你有跟我讲吗 现在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那还要多久 我觉得 我感觉 我感觉我们议员 给你们建议的没什么漏洋 没有用啊 跟你讲的没有用啊 在今日的会议中 议员们针对县内环保污染的问题 向县府提出建言以及看法 并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体训民众才纳办理 记者邱平宜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您看看 答案 您看 您看 您看